歡迎 歡迎回來 觀穎 觀穎這個人 美女嘛 大家都是注目的焦點 總是在你身上 說好今天不談戀情 但是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我看到你的書 整本書裡面 讓我覺得感觸最深的是 你說我印象當中 教奢華的家庭旅行是到杜拜 是 你們買頭等倉開始 你們住杜拜的帆船飯店 住的是樓中樓的 頂級家庭式的房間 帆船飯店一進門的金幣輝煌 每晚將近40萬台幣的住宿費 然後你說您父親 每一次都給服務的管家 100塊美金的小費 幾天下來實在購你買 一整套的Hermas身體用品了 我看了這一段的時候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這樣 好羨慕喔 我是想把一些 我印象最深刻 因為公司有問我 我想把我印象最深刻的 奢華之旅分享給大家 真正要分享的不是 我覺得是那些物質上面的東西 是之後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都不是金幣輝煌的 杜拜的帆船飯店 也不是我們吃了什麼 真正是全家人在一起 享受的那個時光 因為我爸爸很忙很辛苦 他很難得可以出國 我覺得這是爸爸給我們的心意 對我來講是很感動的 就是我們想做什麼活動 活動或什麼 其實我爸爸也很累了 他也都很願意花時間 花錢陪我們這樣子 那一次就是很難得 也是朋友介紹的關係 下我們全家一起去 我覺得對我來說 其實那個價錢 我爸爸沒有讓我們知道的 是後來我自己去上網查的 真的啊 為了要寫這個書 我才知道說 爸爸的心意很…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 他把最好的都留給我們 因為他自己本身 除了忙於事業 他的重心在事業 我爸爸也沒有特別的嗜好 也不太出去應酬的 然後出國就是少之又少 尤其我當了藝人以後 我還可以出國邊工作邊玩 我就覺得我自己真的很幸運 就覺得爸爸很偉大 所以那一次旅行 帶給你的是珍貴的回憶 跟家人之間的相處 可是我印象最深刻 是跟一個很好的女生朋友 去泰國 然後我們去殺價 去撿便宜貨 然後去吃很好吃的海鮮 可是是很便宜的 然後我們去拜拜 做一些那種很 歐巴桑會做一次 去拜拜 你會這樣子 對 去拜四面佛 去許願 然後我們去好玩 去算命 然後去夜市逛 然後去腳底按摩 就是做那種比較平民的一些 好玩的東西 其實那個對我來講 才是真正的奢華跟珍貴 但是我問你 像這樣的文字一出來 其實在這之前 我相信你已經感受到了 會不會有很多人就說 觀穎他就是不知人間疾苦 他就是有錢人 你看一個晚上住 杜拜四十幾萬台幣 人家可能存個五 六年 也存不到四十萬 你有沒有有聽到 這樣子的一些評價 我想我不知道人間疾苦 這個我不知道真的怎麼解釋 因為我也在工作上面 也碰到很辛苦 必須得過的難關 甚至差一點受傷 就是受重傷 或者是說冒著生命危險 去做的一些事情 不過我覺得 因為這個並不是 家裡給我的 是我自己選擇的工作 跟可能有些人是 家庭環境本身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覺得沒有必 就是我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我覺得我相信 可能大家可以慢慢認識我 慢慢知道 我覺得你個性真的好有趣 上次其實我記得 我也問過你類似的問題 然後你就告訴我 其實這也不是我的錯 因為這就是家庭背景 那你本來也不想要追求這一些 可是它是與生俱來的 你是想享受跟追求 你自己想要的 是這樣子嗎 比較就是 其實這本書我也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年輕人也可以很勇敢的 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夢可以很大 可是就是一定要很合理 當你選擇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把它做得很好 你爸爸媽媽對於你出這本書 他們有沒有什麼話告訴你 有給他們看過了 還好我爸爸媽媽給我空間還滿大的 所以他不會問 那個人寫的是誰 那一段是什麼 不會這樣嗎 我書裡面等我很多的手腳 所以其實大家猜不到 我覺得可能這是媒體必須得做的功課 他們必須 這是他們的工作 所以他們一直幫我對號入座 這一陣子的宣傳期 我確實壓力很大也很辛苦 不過其實是媒體在消費我的戀情 真的都不是我所說的 我也沒有知名道姓 也沒有說是誰 也沒有說是是不是他們所猜的那些人 最後這本書也是全部的版稅 都是全數交給 捐贈給慈善團體 做公益 所以看來 觀穎 你個人不喜歡心理戰這個東西 你非常不喜歡心理戰 尤其彼此之間 譬如說你剛提到 你跟媒體之間 媒體要這樣做 但是你不喜歡 所以你這個人不擅長心理戰 不喜歡勾心鬥角 我就沒有說yes或no 他們就說我是默認 我就很頭痛 但我想這也是公眾人物 可能我追求我的夢想的時候 我也必須得犧牲 我也接受了 欣然接受了 但我想時間就會證明 因為其實我的書有將近快200頁 關於我的 不管在紐約念書時期的戀情 或者是之後的一些我的觀感 或者戀情也好 生活也好 跟家庭的互動也好 其實每一段都是只有半夜 就是有些都甚至不到一夜 可能都是媒體比較喜歡 必須得朝這個方向去幫我旋轉 對 今天很高興聽到 關於你的心理話 看到你幫我們跳舞 聽到你講這麼多的人生故事 謝謝你再來聚焦 謝謝你來 謝謝… 明天繼續鎖定 聚焦360度 明天見 拜拜 寶貝 妳這集焦太難了 我搞什麼魅錫啊 不行 我們很隨興 很即興的 它每次都會不一樣 我每次都會不一樣